准备做题目 在做题目之前 我们再把过去讲过 当初说我们讲过三遍 跟计算有关系的想法 就是从一杯热水跟一杯冷水讲起 一杯热水加一杯冷水会变成一杯温水 这告诉我什么意思 两物相接触最后必达 热平衡 什么叫做热平衡 温度会一样 那为什么会热平衡 因为有人放热有人吸热 有人温度上升有人温度下降 高温的会放热低温的会吸热 所以有一个很简单 但是考过N变的想法叫做 热量转移的方向是从高温流到低温 不是从质量大到质量小 不是从比热大到比热小 是从温度高到温度低 那这个很简单的想法但考过很多遍 热量转移的方向 剩下两句话就会跟计算有关系 第一句话叫做我们的能量在转移的时候不会平白无故的消失不见 所以有一个叫做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我这样子写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是因为都是正号 所以写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所以计算的时候是用高温减低温 如果你是用末温减初温的 那就可能会有负号 放热会是负的 吸热会是正的 就变成加起来等于0 放热加吸热加散热等于0 但是我们平常做的是放热等于吸热加上散热 老公词 那做你怎么算热 回到刚刚的公式 h等于mSRT用这方法来算热 就是跟我们计算有关系的想法 就这样做的 OK 这个是要计算的时候会用到最后这两项 放热等于吸热加散热 怎么算热 h等于mSΔT 就是我们计算的基本想法 那么考试题目不见得是要算的 有些观念体 这就是观念体 两物体相接触时何者正确 它很简单 刚才讲过热量怎么转移的 不是从质量大到质量小 而是从温度高到温度低 所以呢 它不是根据体积大到体积小 不是从密度大到密度小 也不是从比二大到比二小 是从温度高到温度低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C 不用计算观念的想法而已 那么同理 请问你这个叙述谁是对的 谁是对的 哪一个叙述是对的 停车站接问 那我再问他 王同学 王松杰同学 21号 你的答案 这观念体而已 这观念体而已 不用算 猪 你选猪 请坐下 5公克10度C50卡错 我不知道一个东西里面到底有几卡 热量多少 不可能知道 所以用温度计也量不出来 温度计是量温度的 不是量热量的 然后温度不同的东西接触 是高温的放热 不是高比热的放热 所以C是错的 所以答案只有选猪 这个叫做比热的定义 一公克的物质温度上升一度C 所需要的热量称为它的比热 OK 这个也是观念体 也是不用算的 那个睡着的周同学 睡着的周同学 起立 答案 这个观念而已 念过国二就有观念 谁是对的 C是对的 A也是一样 我不晓得东西的热量有多少 所以A是错的 我不知道高温有多少热量 我也不知道低温有多少热量 同理 这个所谓的气温升高 高比热的吸热一定会比低的热的多 这不对 H等于MSΔT 我要看质量谁大谁小 我要看温度变化谁多谁少 我才会知道 热量谁大谁小 所以B是错的 那么我们的株是50公克 吸热5卡 升高10度C 比热是0.5 你把那公式 H等于MSΔT 那么质量2公克 温度变化是1度 然后呢 我的比热也是1 所以呢 水的吸热叫2卡 所以C是对的 就是很简单的练习 大部分 有一些是要算 有一些是观念而已 那么 这样算是要算 啊 请问你比热多少 就可以直接带公式 你就会晓得比热是多少 来 停车战界问 帅哥男无我 帅哥男友 谢忠祐 起立 答案多少 50公克 吸热5卡 温度 升高10度 前面那个 就是前面那个选 选项珠啊 就前面的选项珠啊 我已经报过答案了 我刚才已经报过答案了 请坐 就是H等于MSΔT 然后质量 叫做50公克 比热不知道温度变化10度 热量有5卡 这样就算出来 就是说0.01 很简单 就是简单小问题 就是 这些都还没有 基本上还没有牵涉到 比较复杂的计算 最主要都是一些观念题而已 可以吗 可以